請江永昌委員諮詢 謝主席 請經濟部部長 請台電代理董事長 請國營會執行長 請台電總經理 來請 黃部長 那個早上我已經回答過了 我們資金行事法裡面就請部長回答 不是政務官不可以上台被選 好 那就部長 那其他人都可以聽到了 我來講一個就是台電荒腔左板的事情 就在我自己的選區 在華東橋旁邊的高壓電堂 109年6月那時候發生事故 台電就來報告了 他講的事情是說 因為這些劣質品 他其實是還在期限當中 所以他會做一個檢視 去看這些愛子 充球式電纜他們 因為年久失修裡面會混含水氣 所以會產生溫度 所以在中端霞這邊 萬一溫度再次發生高熱的時候 他們裝了紅外線的監控 用紅外線的溫度監控 就可以掌控住 就不會再發生意外 109年6月 這樣的個答覆這樣的改善 這個改善到去年年底 12月2號經過半年 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 紅外線監控沒有用啊 他說因為萬大樹林捷運線 在抽換電纜 所以他們不知道說 原來中油市電纜的接縫處 也會有高恩 所以我們的紅外線監控 看不到那裡 所以燃燒了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又提出了改善的一個方式 他說以後啊 在升壓 沒有負載的狀況之下 就用全程監控啊 總是說 隨時知道溫度上升了 不會再有發生問題了 將來再把 重油市電纜改成交互P電纜 結果 經過六天 12月2號到12月8號 經過六天 又是在他自己所講的東西 叫做什麼 全程監控 然後呢 能夠阻止事故發生 如果沒有啊 他說到時候 如果再重新升壓的時候 要通報 也都沒通報 在他所講的改善的一個方式 再度發生一個事故 這次他又提出啦 他在12月8號發生事故之後 他說好 接下來的改善方式是 那麼這一段的出電線路啊 就從此斷電 來用其他的線路啊 其他的回路來供電 那就不通電喔 他總是不會有負載 總是不會有電流 總是不會溫度上升了吧 結果萬農電廠發生事故 瞬間高壓 造成其他地方殘留效應的電流 這個是斷電的線路 繼續再發生爆炸 時隔四天 12月12號 我就要問啊 每一次發生事故 台電來講的改善的項目 就這麼剛好 他想改善的 就是下一次發生事故的原因 那今天大家講說 不另外再設立一個第三方 來調查責任 來釐清事實的單位或機制的話 光靠台電內機內控 還有嗎 請回答我 非常謝謝委員 那對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事故的不同的原因造成的部分 同一個地方耶 還不是不同地方耶 那他的原因的看起來是不太一樣 所以台電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加強 我再講一次 講第三次 就是說我針對這個事故 提出了改善方案 結果是下一次發生事故的原因 是是 那所以針對這個 就是說他來做檢修或檢查的這個單位 或者跟其他單位不同單位的這個界面的問題 那怎麼樣藉由我們就發現 台電橫向的這樣的互相的 專業的構思非常重要 不是橫向啊 不是橫向啊 就是深究這個問題 查不到卻事實 那這一個這一個事件呢 台電也會當做一個 我一次舉這個 再講一次啦 我重點是說 我好像內積內控不夠了 其他還有一個強有力的第三方機制 那你們再研究一下 是是 因為你看喔 是 外農便電所 當他一爆的時候 造成30萬戶停電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高壓電塔在綜合的這一支 無外乎是他 他已經不導電 但是他只是他電網可能連接回路的其中一個部分 都會發生這麼嚴重的爆炸事件 30萬戶的停電應該有很多節點設備壞掉吧 到目前也沒有給我任何回答喔 你理解我意思 所以將來再有其他的事故 也許是導致於 事故發生時候的節點設備故障的時候 最後你查下去也是 沒有責任啊 啊等於是後面的人又承擔啊 所以我說這個都很需要第三方 強而有力的一個機制 而不是台電自己的內機內控 內部的調查 內部的研究 因為他已經無法處理這些問題 這個事故的幾個事件的原因 我們會請 特別請這個 國內外的專家 一起來跟台電來看這個的部分 常態性的 國內外的專家 還是說你是臨時編主的 就大家會看台電 看經濟部這樣的一個態度 也有一些是常態性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會在 因為這一次也有加邀相關的專家來 台電的董事長人選什麼時候會出來 問部長問代理董事長 好像大家都很盈切的希望 將來的人選 目前是代理董事長 那如果代理的好的話 也不要再換了 就直接一直代理下去 我說問題不能解決 我是這樣提出來 那我再繼續 我是從監察院審計部那邊 看到的資料來對經濟部 對台電 其實你們在這裡講說 發生事故之後 就是要加強電網安全 要強化電網韌性 你們最重要的工作 就當下要這樣做 您可知道在去年的十月 我早就在經濟委員會 整體部對你們的這個 憂證相關的疏失 我就提出了詢答 沒用啊 裡面主要有兩項 第一項是什麼 好嚴重 物料進出庫造假 所以我們在各地都有工程 承包商他不是都有那個庫存 他承包商後來解釋說 沒有啦 我這裡工程在做 我可能燃料北送 互相調度 我講這樣你知道嗎 但是都沒有即時 第一時間去更新資料 所以所有的工程進度 用量跟他的存量跟取用 是不符的 被審計部給你挑出來的 到現在也沒有改進的答案 第一個部分 可不可以先回答我 還在等到什麼時候啊 對審計部的這個個案 我了解一下 我在跟委員做回報 所以你看 去年報告 去年年中就出來了 因為這個是 承包商的一個物料管理的部分 你台電工程給人家承包 自己責任更大 他不只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存貨有問題 在庫存上的數據都不對 審計是講很誇張 是講你造假 我還沒用到造假這個詞 我希望你們查證 除了存貨這個問題以外 更大的問題是 現場施工人員 不是也要去上一些安全課程 交易訓練嗎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日期 不同的地點 他還可以分別簽到 因為這件事情 審計提出來的 這你們給我的答覆 實在真的是 他說沒有啦 他白天在施工現場 那晚上去上課啦 文書作業紙本 難免會有誤啦 我告訴你誤到多麼嚴重 107年到110年累計 有1939人 4056筆偽造紀錄 那紙本實在太容易出錯了吧 這我告訴你們了 告訴台電 告訴國營會 我到現在是沒有收到 任何的回覆啦 反正你現在數位也很進步嗎 應該上課的時候就簽到 電腦就傳輸出去啦 在施工的現場 如果在那邊監工 在那邊做任何的一個工地組 任何相關的工作 一簽完之後 訊息也傳出去 就不會發生這些事 這是可改進的 技術上是可行的 不是過去的年代 用紙本在那邊寫 寫會議簽到啊 事情也沒有解決 這個部分我再請國營會 全面來督導我們國營試驗 相關的承包廠商的 這個出勤的狀況 是不是都能夠用電子的方式來記錄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追蹤很久了 發生事故現在的三部曲 第一個是簽到有問題 剛剛我講了 接下來就是沒有巡視紀錄 那個上個禮拜五 台南勞工局去勞檢台電 揪出薛施 那我們去看勞動部 違反勞動法令的這個查詢系統 就發現台電七年之內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有130筆 其中 一年當中有七筆處分是職安會的人員 他去巡視工作場所沒有巡視紀錄 我說要嘛不簽到 要嘛就簽到有造假 最後你要知道 那開出來的那些相關處罰 其中有很多是安全維護 或設施不足 這樣做起來不就是發生事情的三部曲嗎 我在督導台電這邊 他有的是他的承包商的這個部分 那確實不管是台電自己的員工或承包商的部分 應該相關的出勤紀錄應該都要把它做好 這長期以來都是這種成額啦 所以齁剛剛前面跟你論了為什麼要有第三方專責 事實上就跟你說這內機內空都出了狀況 那還有一件事情齁就想來到 有關這個能源的計算也在這裡稍微提出一下 當然知道你們現在在講 斑斑有冷氣笑笑會發電 你是給人安心說 我們給孩子這樣的福利讓他專心讀書 不要說天氣太熱有沒有 功課受到影響 學校的教育很重要 但你們所回應的這些數據 跟人家想要聽到底是有一段距離 我來提出來你們在看怎麼回應 你們現在講說我們的笑笑會發電屋頂太陽能 原本的數據是說一年可以發3.71度 最新的數據說可以發到4.1度 那表示有進步 那你說新增的冷氣他會用掉2.6億度 所以我們這樣又有春嘛 可是不是嘛 部長應該知道 你全年再發電是全年的量 那你用冷氣的電 你用全年再來算好像有春又有早 可是不是嘛 你用冷氣尖峰在哪裡 7月8月放暑假 那就是5月6月跟9月10月 是用冷氣的高峰嘛 其他的時間並沒有再用冷氣 你太陽能發電是全年的嘛 你全年都在發電 如果以用電的總生產量跟總消耗 那當然夠 可是你在即時的時候 你太陽能高峰的時候 發出來的是33萬千瓦嘛 可是你當你冷氣在開的時候 是30萬千瓦啦 你理解我意思 即時的時候 你能不能供應到它又是一件事 不能夠用全年這樣來算 不過因為在笑笑開冷氣的時段呢 也是我們這個綠能發電高的時段 所以即時是自己的屋頂不夠 但是整個的太陽光電是夠的 你要小心啦 你這樣的講法你就變成說 1234月太陽能沒在發電了 18月太陽能沒在發電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小心啦 我沒有要苛責的意思 是 大家都讀科學的 對不對 科學數據這個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即時的功率的問題 我的生產跟我的消耗 我就這樣想啦 學校有開冷氣的的時候 它就是太陽能發電來供給冷氣的發電以外 它其他的用電還需要抬電其他的供電啦 學校不開冷氣的時候 學校裡面的太陽能發電 不用供冷氣使用 它可以供學校的其他用電設備在使用嘛 看的是一個即時的效果啦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問 我們就擔心它會吃到什麼 擔心它會吃到 有關於我們的這個被轉容量嘛 不然容量如果說10% 這個可能 可能你算30萬千瓦的話 可能就是 百分之0.8喔 就將近到1% 所以因為它有這麼大的一個數據在 所以大家會有所疑慮嘛 這個我們有算到 這個我們有算到 有算到 因為它用電的時間是 比如說是中午到傍晚的時間 小孩子上課時間 那因為這一段的電力呢 我們有比較充裕的太陽光電 所以用電上是沒有問題的 我再講一次 請問你不要把總量跟 總需耗耗耗量看在一起 我理解 我理解 我只是說全國的太陽光電 我不會只有指那個學校的屋頂的太陽光電 是 好 那最後一題 因為今天是經濟部來 那你就去轉答 如果跳電停電有沒有 地方政府都是先怪中央 也不會想想自己到底要不要也跟著一起來承擔責任 我現在在講的叫做不斷電系統 因為H組臺電裡面 醫院重要的民生設施 這些國防 它一定就是在H組當中 潰陷當中 那這邊所連接的相關的交通耗制 即使我們發生了零星的停電事故 那些交通耗制也都是會保持使用 我有去看 因為停電造成交通耗制不能使用所發生的事故 那個數據也是蠻驚人的 還曾經都有死亡車禍 但我們台電是發電供電送電 這地方政府交通耗制在用電 那麼交通部你們去研究一下 出事情當然都怪我們 可是其實交通部給地方的補助管項 他們也未必會去用在不斷電系統 台電也沒有辦法把全部化入H組 我希望說是不是能夠去協調 重要的交通設施不斷電 看怎麼樣來補助或處理 確實不斷電系統確實是要多準備 這就去努力吧 是